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I'm Jen 那所以呢,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 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漂亮的发出这个Dark L Dark L之所以叫做这个名字呢 是因为发声处于喉咙的深处 口声当中比较黑暗Dark的地方 而且它的音质发出来是比较暗沉的 So, that's why it's called the Dark L 这个音呢,有一定的难度 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把它攻破的 它最简单的一种发音方式呢 就是可以先发哦的这个音 把它拖长 然后呢,发到这个音的末尾的时候 记得把舌尖抬起来 滴在大板牙的后面 哦,哦 大家注意看我舌尖移动的位置 哦,哦 这样就可以把这个音发出来了 好,那我们先以girl这个词为例 带着大家练习一下Dark L 那这个词呢,我们先发 girl,girl的这个音 girl,然后呢 再加上后面的哦的音 同时记得把舌尖翘起来 记在大板牙的后面 girl,girl,she's a beautiful girl got it 好,那我们现在呢 再加到另外一个单词里面试一下 world这个单词 那在这个单词当中 Dark L 它的位置不在于单词的末尾 而是处于单词的中间 所以呢,很多朋友在读这个单词的时候 容易把中间的Dark L给省略掉 读成word 这样是不对的 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Dark L 把它给发出来 我们可以怎么样来练习呢 先发word的这个音 word 这个时候你的舌头是卷起来的 word 然后呢,再发哦的这个音 同时要把你的舌尖翘起来 记在大板牙的后面 world world 诶,点到这一步之后 再加上结尾的辅音 发出来非常的轻 world world 诶,迪士尼里面只有一首歌 是这样唱的 a whole new world a whole new world 你学会了吗? 我们平常可以怎么样来练习这个音呢? 这里有一个小tip分享给大家 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呢 可以先发 呃,的这个音 找找吃饱饭后 打嗝的感觉 因为你打嗝的时候 舌根肯定是翘起来的 呃 然后呢,别忘了加上舌尖的动作 记得把舌尖抬起来 放在大板牙的后面 呃 呃 找到这样一种感觉之后 你发这个音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要注意 在发这个音的时候呢 嘴唇要保持一个比较自然放松的状态 Remember to keep your lips relaxed 很多人在发这个音的时候呢 容易把嘴巴包圆 俗成 Ou 或者是呢 把嘴唇张开 打成Ou 这样呢,都是不对的 大家发现没有? 这样发音的话 你发音的位置就发生了位移 移到了口腔的前面来 而Dart Ou 它的发音的位置 是在口腔的后面 Ou Ou 所以我们要注意 千万不要用你的嘴唇 影响你的发音 OK 记住刚刚的发音状态 我们把这个音 带到更多的单词里面 来练习一下 Well Girl Real Real World 再来一遍 记得模仿我的嘴唇和发音 Well Girl Feel Real World Very good 我们接下来读一下下面这一个句子 Well This girl Feels Joyful About The Real World 我再来一遍 慢速版了 Well This girl Feels Joyful About The Real World 好 那之后呢 再碰到Dart Ou 我们就可以很漂亮的发出来了 So This is how the dark owl is pronounced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帮助的话呢 记得为我们点个赞 对了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之后我们还会出更多像这样的视频帮助到大家 Thank you so much for watching I'll see you next time Bye